我現在是在想 我們現在應該要先去挖礦 還是先弄點食物 因為我們挖礦的時候也會消耗飢餓值 那如果我們食物不夠多的話 其實還蠻容易餓死的 對了 我好像還沒有開場對不對 嘿 我是Anika 歡迎回到我們的魔法世界模組生存 那麼今天這一集我現在是想 應該先來弄點食物 然後等我們的食物弄完之後 我們再來去挖點礦物 後面有3塊 對 沒有錯 我們應該會先把這一塊給挖掉 然後我有鐵吧 對不對 好像不大對喔 我們鐵好像不夠多喔 這裡會不會有鐵 欸 這裡有煤焊啦 好 先挖著來喔 我們這樣子的話就可以烤一些東西來吃了 至少烤過之後補的東西比較多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目前都只是吃這個薑果啊 我們現在應該要先把這個 就是那種會掉落食物的草先多打一點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哪一種食物補的飽食度會最好 或者是說CP值最高喔 我目前大致上應該是會先來做蔬菜條啦 對 那個東西的話我自己在測試模組的時候是蠻常使用它的 因為它的CP值應該算是蠻高的喔 等我們做好之後就會知道那是什麼了 然後小桌好像很喜歡這個 這個叫什麼 櫛瓜喔 他們好像很喜歡這個 那你們喜歡韭菜嗎 你們也喜歡耶 這個呢 大黃是什麼啊 我還真不知道大黃是什麼 現實有這東西嗎 你們喜歡吃番薯嗎 你們是不是不挑食啊 嘿 他們不挑食耶 那薑果愛嗎 薑果 好像喜歡 不 他們不喜歡薑果 OK 好 那我手上拿薑果 你們就不會跟著我了 呵呵呵 這裡還蠻多這種菜園的啦 這個叫多蜂菜園喔 不同的這個草啊 會有不同的食物喔 欸 要天黑耶 我是不是不該靠近這裡啊 我記得上一集我們在這裡是遇到龍嘛 對不對 嘿 那個火龍在那邊 但應該是不會飛 雖然說它是不會飛啦 但感覺還是很危險啦 還是不要靠近比較好 這一次影片如果你還沒按讚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讚喔 欸 對 我還沒有說齁 我大致上把我們這些東西的擺設換了一點點的位置喔 像這個箱子我多放了一個大箱子在這後面 然後這個原本好像是放在這裡的嘛 我後來把它放在這裡來喔 就只是位置擺了一下 這邊我想要再來做一個模具喔 是做那個頭端的 這一次我想要做一個鏟子 因為我們要開始來鏟地的嘛 應該是這個吧 這個的話我們會需要用到這個 呵呵呵呵 這樣子把這個都放上去 這樣就好了喔 我目前啊 會用兩個木頭的部件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沒有其他材料啦 我知道他們這樣是沒有用的 但我們現在也沒有其他更好的東西可以用啦 對不對 來吧 我們有這個食材之後 我們先把這個挖掉 我剛才看這裡好像有 欸 不見了欸 我剛才看到這裡好像有那個藍色的那個小花 是蓋亞魔組的東西 蓋亞魔點的一個怪物喔 那個很好人厭 我記得那個東西如果能打掉啊 有機率掉落花 或者是跑出一隻怪物喔 我不喜歡 那個怪物會讓你暈眩啦 我記得之前的影片應該都有出現過啦 欸 喔喔喔喔 好 我現在有武器了跟你講 我現在有武器了 我現在有武器了 喔 他太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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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我們 欸 他也會跳起來欸 欸 好 我到水裡 我不怕你了 跟你講喔 我現在什麼都不怕 天不怕地不怕喔 天啊 我一直會空 好啦 欸 我們拿到他的變身欸 我們要不要變變看啊 我記得如果我們變成怪物的話 應該會有他們的血量喔 唉唷 我們現在變成他了 可是我現在血量好低喔 我們先回一下血好了 他的血到底有多高啊 他的血量應該會比我們原本的角色還要高出很多吧 我去多拿一點食物 回一點血喔 然後如果我們變成這個的話 應該其他怪物是不會主動來攻擊我們的 好 我們現在沒有其他食物 我們先吃小麥回復我們的飢餓值喔 天啊 原版的小麥應該是不能吃的啦 是因為我裝了特殊的模組 所以才能吃喔 那我們這邊先把這個農田趕快弄一弄 然後趕快下去挖礦 我想要趕快拿到更多的材料來做這些工具喔 旁邊有隻蜜蜂人欸 還好蜜蜂人不會對我怎樣 不然就真的很麻煩了 這裡還有一些這個 欸 這個是什麼啊 山怪喔 好像白天的時候會變石頭是不是 變石頭的話好像會變不回來的樣子 我沒有很確定 我對他不熟喔 那我們把這個菜園也打一打 然後去做個水桶 欸 我有鐵了嗎 不對 我沒有鐵對不對 我在幹嘛 欸 怎麼這麼多洞都沒有礦 很難過欸 欸 這裡有喔 這裡有喔 可是也沒有礦 難過 在過去的話就是被污染的地了 上一集我們其實有看到嘛 但是我好像講到一半就看到火龍了 然後就沒有繼續講下去了 這個的話是一個叫做污秽之地的模組喔 那一塊的話就有點像是什麼 被魔法源污染的地吧 我們就盡量先不要靠近他嗎 因為裡面我記得好像也蠻多怪物的樣子 嗎 我不是很確定 呵呵呵 沒關係 之後我們進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們先來看看到底有沒有洞可以讓我挖個 東西 欸 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血量 血量已經高出原本的上限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貓娘喔 呵呵呵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以貓娘的身份在這個世界活下去 這裡有沒有鐵 這裡感覺好像很難上來 算了 有沒有 有沒有鐵 這個是什麼鬼 你怎麼在外面亂繞 喔 你是商人欸 這個可以跟他買東西 他怎麼就這樣跑掉 我還可以跟他交易 真的假的 來喔 綠寶石換南瓜派 欸 其實好像還蠻不錯欸 兩顆就有10個南瓜派 我之後可能可以跟他來交易一下 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次都會出現 他應該也是機率性出現的東西吧 我來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洞 這裡是有很多蜜蜂娘啦 蜜蜂娘應該是不會有 喔 有貓娘 他現在不會討厭我了 我跟你是同類 對吧 欸 對 我們是同類 他不會想要 敲我 他現在比較友善一點點 我懂啦 人類都壞壞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貓娘 比較溫柔一點點 可愛又擊敗的生物 怎麼都沒有鐵啊 還是我應該直接往下挖就好了 不用再這樣到處亂晃了 好像直接往下挖比較快 欸 這旁邊這個是 酪梨喔 這個的話是樹上會長的一些作物 然後我們可以將右鍵把它拿下來喔 我記得好像可以種出這種的樹吧 可是要怎麼種的話 我可能要再去研究一下 我好像沒有種過的樣子 好吧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那個 就是紮營的地方 就在這喔 我們回到這裡啊 然後我直接從這裡往下挖好了 我從這邊這樣子 直接往下挖一個礦洞 然後我想要挖稍微大一點點 這樣子的話 上來比較不會有這麼有壓迫感 我們就這樣一直往下挖 看能不能挖到 拿到個鐵或煤炭吧 煤炭好像只有一個 剛才只有拿到一個 我先來做個火把好了 來喔 這邊也有四個火把喔 跟你講我現在有火把 天不怕地不怕的喔 欸 我可以直接用連鎖挖礦對不對 不對 這樣會消耗飢餓值 我們還是先慢慢下去好了 呵呵呵 我們現在 喔 隔鐵了 OK 連鎖挖礦 這裡有五個鐵 我們應該可以先來弄一點 那個那個 水桶 我們先把那個 吃的先搞好 來吧 我們先燒一下鐵礦 然後 剩下的這個煤炭先放著 先不要動它喔 然後這邊我們來做個 水桶 這裡來撈個水 然後 我這個鏟子還沒有修的原因是因為我在等它的那個 再生效果 雖然說那個再生好像還蠻慢的樣子 我只是想先試試看啦 因為我自己測試的時候啊 我都沒有那個耐心去等它 回復 所以我都沒有仔細看過它到底是不是會慢慢的回復 我目前看來是會啦 我剛才看到它有回復一點 可是我是覺得 還蠻沒有意義的 我覺得這個木頭的 應該之後都會把它換掉吧 我們這邊已經撈到水之後 我先把這裡給整頓一下 這個血量也太高了吧 已經接近原本的兩條血了耶 我們這邊算一下12345 從這邊挖一個水道過來 然後 一路挖到 挖到挖到 這裡好了 到這裡就夠了吧 我現在住應該沒辦法多到 可以讓我種滿 所以我應該會先拿 某幾種的作物來種 我目前應該是會先種個香料 然後一種 其他的植物類的東西 來啊我來看看 應該我會先種這個 這個一定要種的 然後這個好像也可以 這個是什麼 芥菜子 這兩個的話 它應該都是算在 同一類的作物 所以它們兩個有一個 可以連通的合成方式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哪一個比較多 然後可以做 我們的那個東西 我目前看下來是 紅蘿蔔還有馬鈴薯是最多耶 這樣都是原版的東西 然後如果是模組的東西的話 就是 五金比較多 還有這個 韭菜比較多 我們種這兩個好了 其實我個人有個 就是自己的偏好 我想種這個 小黃瓜 傑夫 懂的人就懂 不懂就算了 不懂是好事 對我還要做一個出頭 我剛才看了一下 我應該是要做那個 鳥嘴廚 對不對 是這樣念嗎 那個叫 雀 嘴 廚 還是 賀嘴廚 這個到底是念雀 還是賀 天啊我的中文是體育老師教的吧 然後我們這樣 除完地之後 我們把剛才的作物先種一種 首先是我們 一定要種的小黃瓜 傑夫 然後種個 韭菜 這裡的話 再來弄個五金 這樣子有滿嗎 好像有滿了 欸 滿了 旁邊這裡的話是 先種香料 因為香料一定要有 要有香料才能去做那個 蔬菜條 剩下的位置的話 我先把這五金給種完 好啦我們先等這個慢慢長 接下來應該就是可以開始來 挖點東西啦 欸不對我應該是要先等它 長出來 再來去挖礦嗎 還是我們應該要先去 偷菜 然後直接挖礦 其實都可以 管它的 我們先去偷菜好了 這個血量回滿生命值還蠻高的 這個有煤炭 對我現在血量也是原本的兩倍的 好高喔 天啊 早該變成它了嘛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很不容易死了 之後如果要打架的話 就可以變身成這種怪物 我記得好像還蠻多 怪物都有這麼高的血量 然後我們可能在做個裝備有個防禦值 我們就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了 好啦那今天這一集 大概種好了這個農田 然後還拿到一個貓娘的變身 應該算是一個不錯的進度啦 至少我個人是認為 還算有進度啦 應該 算是吧 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 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Facebook IG或者Twitter 去按個讚 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是Annegan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囉 掰掰 囉